下面我们看这个案例4 案例4是一个桥梁工程 某市政工程公司承建城市主干报 改造工程投标 合同金额是9800万元 工程的主要内容 一个是主线的高价桥梁 扎道的桥梁挡土墙及引道 如下面这个图 我们这后边有这个图 桥梁基础采用钻孔灌重桩 上部结构是运力混凝土连续香凉 采用满旁支架法现胶施工 我们的边墙防状护栏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是整个的A主线 这个是B杂道过来 然后这边是C杂道 这个位置上来的这是整个档墙 这个图大家要注意 里边有一些里程庄号 什么C杂道的起点里程庄号 B杂道的起点里程庄号 然后终点的里程庄号 这里边在我们的说明中 它是有的 说A主线桥梁 旗指里程庄号 K1加100至K2加000 这是主线的 然后B杂道由主线北侧往下穿 下穿我们A主线与我们档主线相接 旗指里程庄号是BK0加000 至BK0加360 C杂道由B杂道北侧向东与主线相接 其我们的旗指里程庄号是CK0加000 至CK0加150 然后呢 档土墙旗指里程庄号 DK0加000至DK0加090 这是我们的整个一级建造师 第一次考出来这种里程庄号 后面呢 就开始考这个计算了 好 施工期间发生了如下事件 第一个事件一 在工程开工前 项目部会从建立工程师 根据CK2-2008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求规范 这注意啊 CK1-2008是道路的 CK2-2008是桥梁的 GB50141是几排水购入的 GB50268-2008是我们的管线的 这几部规范大家还是要清楚 考试经常出现 根据这部规范确定和划分了本工程的单位工程 分布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项目部 事件二项目部进场后配备了专职安全施工管理人员 并为承重支架编制了专项安全的应急院 应急院的主要内容有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的分析 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预防及预警应急处置这些 这是应急院这个支点在我们教材上 还真没有啊 当时这个支点在管理教材当中 事件三 在施工安排时 项目部认为从主线与扎道交叉部位 及交叉口移动 主线与扎道并行部位是本工程的施工重点 主要施工内容有都有什么呢 扎道基础及下部结构 扎道上部结构 主线基础及下部结构 主线上部结构 这有四个啊 一二三四 在施工期间需要三次组织交通导形 因此必须确定合理的施工顺序 项目部经仔细研究 确定施工顺序呢 如这个图 第一个做完交通导形做二 然后做交通导形 再进行三施工 再做交通导形 进行四施工 那么一二三四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扎道和下部 扎道基础下部 扎道上部 主线基础下部 主线上部 是对应一二三四 你就一一对号入座 与其说它是交通导形的考试 不如说是考核这个工序啊 怎么一个做法 另外项目部配置了边防状护栏定型组合的钢膜板 每次可交度边防状护栏长度是多少呢 200米 每四天可周转一次 在上部结构基础完成后 开始施工 边防状护栏 直至施工完成 问题 有六个小问 事件一 本工程的单位 子单位工程都有哪些 这个呢 在教材上没有 像2020年也又一次考核了 这类题一般都是在这几部规范当中的内容 第二个 指出钻孔灌注桩验收的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第三 本工程至少应配备几名专职安全员 一定记住 就是最少得配备几名 说明理由 这个是应该说是我们教材当中的原门内容 补充完善事件二的专项应急预案的内容 这个是管理教材的内容 第五 图二中一二三四分别对应的哪些施工内容 就是扎道上扎道下 主线上主线下 一二三四 谁对应谁 对号入座的题目 六 事件三中 我们边防状护栏的连续施工 至少需要多少天 让你列式分布进行计算 好了 这是计算题 那个年代呢 应该说考计算题 还不像现在考的那么多 但是这个呢 也毕竟是从图形上 但是应该说是从图形的说明上面进行计算题 看第一个 事件一种本工程的单位工程啊 和和子单位工程有哪些 那么在这里边啊 人家工程那种主线的高架桥梁 还有我们的扎道桥梁挡主墙引道 那这里的啊 其实正常的说都有哪些单位工程呢 你比如主线啊 跟我们扎道 北深可以是一起施工 可以是不一起施工 这个工程注意 那么这个单位工程一定记住 主线就是一个单位工程啊 单位工程 A主线高架桥梁 那么B扎道 C扎道啊 B扎道桥梁 C扎道桥梁 这就是相应单位工程 还有我们的道路工程 是单独的一个单位工程 大家注意啊 那么从这个里边 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一个投标啊 一个工程 它其实可以是一个分项工程啊 是一个单项工程 那里边又可以有若干单位工程 当然这个换一种说法 可不可以 可以本工程 我们单位工程 A主线 啊 扎道道路 而我们的B扎道和C扎道 可以叫做什么呢 可以B扎道C扎道 叫做扎道工程的子单位 这样可不可以 也可以的 好了 这是考完之后 经过了1516171819 没有考这封面知识 结果呢 到2020年 在这个又深一步考核了 好 在这里边啊 我们注意 其实它也是来自于我们GCGoogle 2-2008这个规范的 第二个呢 是延续的 这里边是钻孔灌注桩验收的飞向功能和显示器 这种点呢 考的次数更多一些 后面呢 我们也应该引起不够的重视 那么真正的桥梁的钻孔灌注桩啊 咱们得知道啊 看这个表啊 这个表就是咱们桥梁工程啊 那个CGoogle 2-2008后边有这附路的表 对于啊 我们的桥梁工程的分布分项工程和检验器 对于分布工程地基与基础里边有扩大基础 有承入桩有灌注桩 那对于咱们的灌注桩啊 它的分项工程有什么呢 有承孔 当然可以机械承孔啊 人工挖孔啊 但是都是承孔 你要人工挖孔桩 就是人工挖孔 如果是其他的就是机械承孔 这是它的分项工程 还有钢筋龙的制作与安装啊 还有混凝土灌注 那么检验批是什么 记住这句话 检验批是检验的批次 是一个数量值 不是说它的在细分 那么比如说我们钻孔灌注桩这检验批 每根桩就是一个检验批啊 你看啊 这都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数量值 这个一定要知道 好 那么我们这里边 由于它这里边送孔灌注桩啊 没有说的特别清晰 咱们就是承孔啊 也别机械人工了 然后呢 钢筋龙制作与安装啊 还有灌注混凝土 检验批一根桩啊 一根桩是一个检验批 当然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类型的题后边还有可能考到 那建议大家将我们C勾勾1-2008 C勾勾2-2008 还有那个叫GD50268-2008的部分内容 大概要看一看 这样呢 出来这类型的题 咱们才可能把这分拿到 下面是本工程至少应配备几名专职安全员说明理由 告诉你了 这个工程合同金额是9800万 潜排词不到一个亿 那么这里边要知道不到一个亿的 这个至少要配备两名 人家说的至少 有人说我写三个有什么不对呀 人家说至少 你拔个都行 但是人家说至少 不能再少了 是问的这件事 至少是两名 为什么呢 根据我们安全生产规定啊 5000万到一个亿的下路工程 配备安全员不少于两人 本工程呢 合同金额 9800万啊 那如果是一个亿以上呢 那至少是三名 5000万以下呢 那就是一名啊 至少的啊 这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市政也在考 在这个其他的专业 比如建筑也曾经考过 补充完善事件二中 专项安全应急预案的内容 这里边比较特殊 项目管理教材的内容 项目部配置专制安全员啊 编制并对这个承重支架啊 编制了专项安全的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主要内容都有什么呢 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分析 应急处置基本原则啊 预防及预警应急处置 除了这些啊 这个在教材中没有 这完全考核你公共课的基本功 还应该包括啊 组织机构及职责信息报告程序 应急物资局装备保障啊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 公共课上的很多的考点 我们在这就不展开了 这种呢 就是所谓的那种预测呢 也比较难 你公共课在学的时候 扎实基本功扎实 对于这些你可能拿到不能的分数 如果公共课啊 是特别的就是讨巧的那种过的 那么这些也太难啊 在哪一个支点上能够考核 这真的不好说 总之我们市政考公共课的内容 相对而言比较少 每年一问的这个都评不上啊 两年甚至有的时候 三年会在公共课法规管理或者经济这出现 但是呢 那两年恰巧是管理这这几年呢 更多的是法规的内容 在我们这进行考核 第五图中一二三四分别对应着哪些施工内容啊 它主要内容有扎到基础及下步 扎到上步 主线基础及下步 主线上步 那么我们到底说一说 这个工程你看是这样的啊 主线咱们的扎到啊 这个往这边是重点内容 那怎么一个情况咱们说一下 首先我们知道施工的时候 你看两边是扎到中间是主路 那么在整个施工的时候呢 你的交通不能断行 那你施工的 如果施工两边扎到的时候 你中间走 中间的主路的位置就得走车 那中间的主路在走车的时候 两边扎到就可以进行施工 这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15年的那个咱们的解读 那在这里边你想一想啊 这里边其实容易分析出来 一二三四对应的就是扎到的上下和主线的上下 那我们这里边关键的是什么 确定一 如果第一个工作确定了 这一切都迎刃而解 首先我们排除法 一能不能上来就施工主线的上部结构 下边没做上部就做了 这又不是在做磁仙符 不可能 必须不能做主线上部 也不可能扎到上部 那这一要不然是主线的下部 要不然就是扎到的下部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那这两个选择的时候 你再想一想 我们施工有一个大的原则 这个大的原则是什么 啊 大的原则 既然知道前面是先下后上 那后边那句话是一定是先主体后复属 那主体你一定要先做 那么主体要先做是不是就是主线的下部结构 那主线下部结构要好多好多好多的装 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投入量比较大 先从两边走 这个做完大量的人员机器设备装机啊 都可以清退留少部分在将来施工那个整个两边的 所以说先主体后复属那一就是什么呢 一就是我们的主线基础及下部结构啊 这个是一 那么一要知道了 我们马上后边就迎刃而解 因为做完一之后 他百分百的不是我们的主线上部 为什么 这个队伍他做完一之后 他进行了交通导行 他导行交通了 如果二是上部 他用不用导行交通 不用 有人说我做完下部就直接做上部 注意你做完下部就直接做上部 允许可以 人家没有问你怎么做 人家是这已经定型的方案 他是做的谁 并且告诉你他已经安排了交通导行 他已经安排了交通导行 他做完了下部 没有接着做上部 我们也不可能做扎道的上部 因为扎道的下部还没做 那二必须是什么呢 扎道基础及下部 那么扎道基础及下部 做完了之后 他又交通导行了 没有紧接着做扎道的上部结构 那没有做扎道的上部结构 他一定是做到主线的上部结构 那最后做扎道的上部结构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这个就叫先做主线下 又做扎道下 因为主线下部做的时候扎道两边是通车 等到做扎道下边的时候 让他上里边主线这边通行 我做扎道 然后扎道的下部做完了之后 他要做主线的上部 还得让从扎道这个打完庄 恢复地面这走 那么主线上部做完 然后让这些车辆顺着主线这边 不管从桥上桥下走 然后再做两边的扎道 这是他的一个施工的顺序 所以说一是主线下 二是扎道下 三是主线上 是最后扎道上 好 先下 先中间 后两边 然后呢 先在两边 再做中间 再做上面的 又从两边走 最后做两边 从中间走 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 下面是关于 最后一个 第六 是事件三中 我们边防撞护栏 连续施工 至少需要多少天 这个题目 如果看完我们2019年 一件的案例之后 你会发现这题 简单了 容易了 看一看 项目部配置了边防撞护栏定型钢膜板 一定注意这个叫边防撞护栏 那一个扎道两边吧 两边都得有 每次浇注边框防撞护栏长度200米 四天周转一次 有点类似于我们2017年桥梁啊 那预制台座的计算 也就更像我们2019年那个模板的计算 在上部结构基本完成后 开始施工编防撞护栏 而且呢 图纸说明当中有主线桥梁旗帜 李腾庄号是什么呢 是KE加000 100至K2加000 那我主线桥长度是多少 长度是900米 因为是2000减去1100米 那么我们的B扎道是多少呢 0加000至0加360 就360 那么C扎道0加000至0加150 它就是150米 那B扎墙这段就是一个90米 把900米 360米 150米 90米都加在一起 好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你的线路的长度 这里边 它并没有说是人家单侧版 人家边防撞护栏 至少都是双侧 是不是加在一起 还要乘个2 乘了2之后是什么呢 边防撞护栏的长度 所以说啊 把这个相加乘2 得出来是多少呢 3000米 一次边防撞护栏 一次施工的长度是多少 200米 用3000除以这个200 得出来的是什么 得出来是周转的次数 一看次数是15天 周转的次数是15次 那么15次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每一次时间是多少 4天再乘以这次60天 那么问题来了 有好多好多的人 说这个题呢 不认可 为什么不认可 我们说一下啊 它的原因就是 你这个路 这是拐着弯的 你拐弯啊 内湖外湖 那长度不一样 你这个要在计算的时候 你要考虑这些 那你要考虑啊 你得知道它的半径吧 拐弯半径啊 整个内湖外湖 湖差 那考试它有没有可能啊 考试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让你这么计算 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你不要 把实际中啊 考虑太多 另外 真正的即便考虑 这个内外湖差 实际上 也是忽略不计的啊 实际也是忽略不计的 不要想太多啊 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2014年啊 这道案例题 这道案例题的应该说 难度系数应该属于适中吧